致勤 大家請坐 我們現在開始開會 開始進行下午的議程 第一位登記質詢的議員是 鍾盛犹證議員 質詢時間15分鐘 主席 加強南部的一個建設 我相信在即二十幾天就五二零了 南部人都一直期待能夠改變 那麼南部長期我們是南部人 當年都感受南部和北部不平衡這個差距很大 就如同市長在施政報告的時候 中央縣市合併以來 中央跟地方的補助款的話 就差了八百多億 那我想新政府成立以後 從地方一直到中央都容易溝通了 不要說全部執政 但是最起碼也跟交通部 相關單位不管是哪一個部門 都比較容易來溝通 來為南部地方 我們求的是均衡的發展 加強南部建設這樣 但是在以前來說 那時候新北市 一年他做一條快速公路 一年完成一條快速公路 五六零以後 我要請教局長對南部的建設有沒有什麼 除了這個規劃我還沒看以外 先給我們市民朋友指導一下 請局長 來 中央局長請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中央委員 中央委員非常關心怎麼樣透過我們市府 還有跟中央的合作 把一些重要的建設 能夠在我們規劃的目標之下 比較盡速的來執行 那不管是在我們公共運輸的整個路網方面 我們所知道的捷運機 已經把整個未來公共運輸的路網 也送到中央去受核定 那另外我們在公車的部分 也希望說有一些創新的做法 過去我們提出創新的做法 然後中央看到了是很可行 很可行他就請其他縣市來學習 變成我們的競爭就越來越嚴峻 這部分我想在未來應該都一個一個可以 慢慢很快的改善 至於說公路的部分 我們也一樣 過去我們跟公路總局持續 都有保持比較密切的合作 那不管是在地方上的道安匯報 有他們的成員參與 那在去中央裡面跟他們協商爭取預算 我們交通局還有公務局 相關局處都有這樣的一個動作 相信未來在新政府就任之後 這樣的管道應該會更加的通暢 然後在預算的爭取上面應該會更加的順利 好我先來了解一下 我們那個 這個還在做影響評估嗎 觀光集就是有關內門動物園 那麼有一個就是高速公路要銜接 八台八十四還是八十六號 已經開了兩次的環品會議 目前的進度如何 對目前這個之前中央委員也特別關心這個部分 我們也認為 未來如果說台南關廟縣 這個快速道路 東西向的快速道路可以再往東延伸 接到我們這個內門地區或是到 甚至到山林這個方向前那個延伸的話 對於我們高雄的比較屬於山區 那個地方的發展應該是可以提供很大的交通的注意 那因為這個經費還有整個計畫的範疇也蠻大的 那幾次協商之後呢 我們其實也得到了公路總局原則上是希望說 先用182線來做串接 就是台南到關廟 關廟那邊用182來銜接 那另外呢他也希望說盡快的先執行所謂的捷彎取植的工程 在短期裡面能夠先符合地方上的這個需要 那當然也要配合我們在內門建置動物園 還有其他相關的建設 他的騎乘 所衍生出來的交通量的需求 我們還會再持續跟中央去爭取相關的建設 我不敢你騎太久在車子 我問好時他給他討好 因為這個交通 地方的均衡發展 是交通啊 是所要 地方交通如果不發達的地方啊 根本沒有辦法這個來發展 所以這條路剛才局長就有提 當然是這個施工單位啊在公路總局啦 但是在我們高雄市來講 還是要我們事務團隊 那麼市長的重視 那麼我們局長啊 局裡面的規劃來爭取啊 剛才說到本來本市的目標就是 希望那個盡快能夠完成以後 然後銜接到齊山圓潭 一直到三零一八一隧道 齁 因為這在第一階的時候 本市 齁 那在那個總職巡那時候啊 那做界尾齁 趕過手勤了啊 清水啊 趕過中壇 然後借葉光山隧道 一直到三零大園區啦 啊問題點呢 他來的時候有兩點 第一個就是中壇啊 人口密集啦 第二個呢 當然那個我會接受 他說葉光山隧道 快速 快速道路啦 啊當然這我贊同啦 齁 高中安全嘛 啊現在委員就是說齁 我們的齁 三零幾山 鳳民幾台的 就是說齁 齁 我們的高通俱樂 齁 對那個交通部的爭取 啊 由到台南了以後啊 閒置了圓潭 啊圓潭以後 閒接著 一八一啦 葉光山隧道的隧道口啊 齁 那時候來 鳳民 齁 那時候 我都要請玉琼來答一下 就是那個 嗯 我們那個 國道一 延伸到美農 還有一直到六歸啊 這個進就完了 來 陳志祥請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中議員齁 中議員齁 所提的那是國道十號啦 齁 國道十號 的延伸 延伸 延伸 你不在那裡 過期 那個公路總局 那個 公路總局的西濱工程處 齁 以後提供幾個方案 需要提供幾個方案 好 那麽在地方上 有開過公聽會齁 最主要的部分 是說民眾 提供的替代方案 三 我覺得一般省道方案 比較具有經濟可行的效益 這個部分 已經 報請 那個西濱 公路總局的西濱工程處 已經在一百零四年 今年五月二十六號 報給交通部 希望能夠尋 後面的程序 能夠來持續推動 請局長做 這個還是對 美工地區 美工地區 很重要的一個道路 那麼在交通局 市府 用心幫我們整個 來加強這個速度 這樣即早早日完成 能夠帶這種比較便宜的地方 這個你交通方便了以後 那接著就是 出境觀光嘛 這個都是有環環相扣的啦 所以交通是地方發展之母嘛 這個就是要來 拜託局長 比較用心來 還有一點要跟 局長搭訊 因為那個九二一地震的關係 所以從那個六龜 或者是 那個 賈仙啦 地罪啦 小林啦 通通圈村到我們大野園區嘛 到大野園區以後人口就多起來了 所以在一八一線的時候呢 就是交通就 就要說交通狀況就複雜起來了 那麼會經過 跟本市 來建議 要設置逢利燈啊 那麼也很感謝 公路總局經過我們交通局的努力啊 已經 在三菱國中啦 小愛小林啦 日光小林啦 那麼 浮底上去就銜接的 原來的台二十一線現在改為 台二十九線 那麼銜接我們高一二九線 都設立逢利燈了 到那時候這陣子來 又跟本市歡迎說 那有的老人齁 你也有一個紅燈的那個 那個 獨秒器齁 可以讓他們知道 現在春幾廟 軍廟可以這樣 那麼 我也有建議 那麼現在也有跟我們回覆啦 交通總局 我很感謝的就是說你們 行文要給那個公路局總局的時候 除了他們要快點會堪辦理以外 那我副門呢 要給通知市議員 中心有福祖以及交通局 齁 這都在公文的流程上都能夠掌握啦 齁 這個 麻辣最會再做了 齁 這很感謝齁 齁 還有一點 齁 這個 在那個 現在二十六 明天才二十六呢 印度要會看嗎 交通局要會看啦 就是那個齁 從 台三線跟台二十九線的 一個貢獻啦 旗山龍後那 嚴品一路 那個也是已經會看過了 那裡的地方齁 那個設置啊就不當 齁 唯一那個來門 來門出來齁 齁 因為呢大家都也看頭前的風力燈 他沒有想到要看 左邊的中正路的那個啊 啊所以 外面來找我的朋友齁 旗山本地區的朋友齁 很多都在那裡 他剛好一個 照相機啊 齁 因為你如果頭上是 頭一台就是 遊覽車啊 那個大型的一個貨車還是什麼 抵住了 你二三部的人 第一部人走了 第二部人 他絕對跟著走嘛 啊所以我一個朋友 從台中來也說 哇 去台中來 回來沒二十天接著一個 他說我都很生氣的 不要在闖門回來 結果說我門回來又轉 哦 我看到那個標誌 就是在那個地方 中正路 圓屏一路 那麼 台二十九線跟台三線的共處啊 在那啦 在那 啊現在是 二十六明天就要 那個我就不 沒有做那個出來 因為二十六就要飛刊了嘛 那個今早督促 他們也知道 因為你那個 要再做一個潮化的話呢 把那個下面還有兩個路口 把那個風力燈啊 人家都往前看啊 看你看左右呢 好 啊那個立燈的時候 提示要第二次的時候才能夠走啦 那個 剛好收 我們的港口對攤很多錢 但是對八十來收完 不是說我不遵守交風規則啊 因為你立燈我當然走啦 我不知道要看 那個右邊的那個中正路的 要等到那個立燈才能夠走 這個馬上要改善了啦 這點 啊有一點呢 原來是本市建議的齁 這個就是要幫忙 局長來到催促了啦 公路一集的 公路總局的答覆啦 就在台三線延平一路啊 兩百零三號交叉路口呢 齁 這個潮化的問題啦 齁 它那潮化呢是有變電箱 像台電的那個 各方面的那個齁 都在那裡 那已經有答覆 公路總局也有第三工程處 賈省公路段有答覆 我們建議的齁 都有答覆啦齁 因為它那 所有的路口我也看到這樣 都是平行的 就是唯一的這個原品路 這個二百零三相口 它那潮化做出爐了一半啦 那設置電變箱啦 變壓器什麼 都整個在那裡 好所以影響兩百零三相口 路口出入 啊容易發生交通事故嘛 齁 啊現在它是有搭訪 怎麼要做 這我就這點拜託局長齁 吼 吹出一下 公路主席也有答覆了嘛 齁 那個確實 當初的公路總局齁 齁 他們當然他們時間啊 收績不當啦 我說收績不當不要緊啦 我很少說 那個官員都有前途齁 我也在那裡 我可以當公務員齁 我都不在那裡 但是設計那麼久了 可能也退休了啦 啊講一講也沒有關係 沒有人做路 整個都爬的 只有這條路通水的 那個地方 啊那個地方就是 齊山客運的北站 齁 齁 那都通水 啊通常都 那個那個變壓器啦 那個台電的變箱 那個變電箱 那些都在這裡 那麽公務總局會看到有答覆是說 啊 盡快呢把他們那些 那個變速箱啦 那些呢 能夠先行先行遷移啦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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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走的時候他們要施工啦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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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這個交通能夠改善 促進地方的繁榮 讓我們這裡的人 大家行車比較方便 因為以前的時候 我們用什麼都依靠這個機場 趕台北 現在的時候大家就是怎樣 因為有高鐵了 大家都聽著走走的時候 我幾點要在高鐵 現在都沒聽人說 我要來那個基調 很少 來給我們終於也一分鐘 現在有時候我們在庭園 要掛酒飽的 不然是在外面回來接電話說 你幾點來高鐵在我 現在很多人說來基調在我 都說來高鐵在我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高鐵 在這個走營的話 對我們南部地區 大家通往時速的縮減 便捷方便 這個交通的問題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說庭園要發電 交通是首要 在這裡來跟我們局長來加勉 跟我們高通 高雄的高通 開幾條快速公路 讓所有的道路改善更好的 讓高雄真的 一機交通又安全的一個大城市 好 多謝各位 謝謝 好 謝謝總議員的質詢 再來是王耀玉 王議員 十五分鐘 好 謝謝大臥主席 那 觀光交通局 各位局處長 以及我們高雄市的議員同仁 還有媒體女士先生 大家好 那有關交通部門的這個業務質詢 那本席也列出 相關單位來做一個業務的質詢 那希望我們在捷運局、交通局、觀光局 在這三個局處帶動整個大高雄市的 未來的一個不管在交通也好 在觀光也好 或者是在國際的能見度也是要靠大家 所以我們共同努力 在有關捷運局方面 那本席也在上個會期也一直都有質詢過 也來爭取過 就是有關高雄捷運 那高雄捷運的的便捷性 目前為什麼我們高雄捷運 沒有像台北的捷運那麼便捷 就是因為網路方面 沒有來做一個 非常到徹底的一個連結性 讓我們整個大高雄地區 這個捷運變成只有兩條線 橘線、紅線 就這樣那麼單純 所以要怎麼樣來盡數 來把整個我們大高雄地區 這個捷運的路網 把它做一個普遍性的連結 這樣才有辦法達到 跟台北市 跟北部那邊的捷運 可以說 讓市民朋友可以享受到 搭乘捷運的一個 一個便捷性 那針對的 那就是在林遠 林遠 上次也跟局長 也跟市長來討論過 那在這一次的 定期大會的 市政總質詢 市長 市長的一個 一個業務質詢 那本席也提出 那市長也有 也有提到 目前就是從 岡山到陸竹線 那岡山到陸竹線 完成以後 那未來 當然就是把林遠這條線 這條主線 把它考慮進去 所以本席也要在這裡 要來請教 高雄的捷運局的局長 那針對 市長所答覆的 在 市長的業務質詢 跟本席所答覆的 是不是在下個階段 就可以把林遠 從小港延伸林遠 或者從大寮延伸到林遠 這個路線 把它做一個 未來的一個規劃參考 那請我們局長來做答覆 來建議局 吳局長請答覆 感謝宋議員 有關的 我們那個 林遠 由大寮來和小港來 這裡 我們都應該陸進去整體 都在裡面 現在市長 那期間也把 那個網友回覆 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 要有那個 經濟可信 跟 我們的財務可信 直接 因為我們的 林遠 跟 林遠 這兩個 是我們本業自創率目前 都是負的 就是說 營運 典民都有問題 所以現在 拆除的方式就是 第一 我們那個 強化公共運輸 所以我們 是我們 高隆局 這裡 目前都有增加 第二個部分 我們現在也把中央 建築 建築要怎麼 我們的 自創率可以提升 像說 補助我們經費 我們來研究看 要怎麼提升 我們會收工 跟大療 沒有收工 跟大療 大療 跟臨床 這裏的自創率 要怎麼提升的部分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 幫中央親親補助 有什麼消息 現在 升級之後 目前還沒幫我們回覆 我們現在也一直 都這幾個聯繫 我現在是讓我們補助 補助之後 我們 看有其他方式 可以提升我們的自創率 否則 我們補到中央 也是還要拿出來 所以就是第一步一定要把 自創率的部分 來做調整就對了 對對對 因為自創率如果不夠 自創率如果不夠標準 中央都不會補助 好啊 這樣 局長你這是當時 發問給中央的 我們是那個 四月施的時 有發問給中央申請 四月施 是 看後續 有什麼樣的 一個進度 也幫我們補助 好 另外 在 上一會期 我本身也有 拿出來 台會在這陣子 有說 那個台南市長 台南市長 賴清德 他說 現在我們高雄市 我們的陳菊市場 局勢 有答應 要延長到台南 說這是 跟我們高雄市 已經有約束好 已經要延長到台南 有這個事實嗎 我們現在 因為全球化的時代 其實是一個社區 一定要用其他的社區做連結 不過 現在 我們延伸線 鋼山路主延伸線 我們就要賣到 路主科學院去 我們上十一二十幾到現在 中央都沒有學習 我們其實都不說到那裡 不過 在我們整體整個裡面 一定要修科 整個城市的連結 本社會提出 我們這樣說 就是說 買就要跟我們高雄市 本身 這南平營已經 變圓化了 我們南高雄都沒有連結 你今晚今晚 就要連結到 哪個市 我們現在一定是 會去外營 是先把我們做好 對阿 未來比較好人做連結 這樣 先做好 我們高雄市都做好了 自己連結就更連結 要連結到 台南 要連結到屏東 這是後邊 當然這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不過你一定要跟我們 雖然沒有聯盟這次 先做起來完成 才可以說 再後一段 還要延長那些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強化 就是說 自創力要怎麼提高 自創力裡面 當然是 酒餅的發展到 我們的 運聚的選擇 所以這個現階段 是最重要的 沒有前面 就在外面說 要連結到 要連結到台南 要連結到大鵬灣 這你沒有 自己補都沒有做 還是要連結到多塊市 是不是這樣 是 就是說 在全球化之下 我們也做整體性的連結 對啊 重點 重點一定要把我們 本身先做好 好 謝謝 然後在交通局方面 聯盟的紅山線 當然在這段時間 我們 我們的局長 和我們交通局的各 各科試 也很用心 這個紅山線 也一直在增加 這這點 受到我們聯盟的 市民朋友 所堅定 現在 紅山線 已經 整加到 差不多有半點 一班 以前是都 一整整 一整整不怪 剛剛捷運局長 說 要把交通運量提升 這根本就不可能 因為你一整整一班 誰要來坐交通路 跟那個 紅山線 所以現在已經 有整加到半點 甚至還有二十分的一班 這就是一種 對 我們的公車的 公車的這個 充運量 有極大的幫助 當然 還有一些空間 所謂的 還有一些空間 因為 上次科長 跟我們 承辦科 承辦人員 來跟 我們 跟本省 共同 來探討過 尖堆這些路線 有空間 來調整 在 建峰期 跟離峰 要怎麼配合 給我們的市民朋友 搭乘 他們的運量 來增加 所以在這裡 還有空間 就是針對 所以 有一些班次 就 客滿 客滿 人員 就是 我們的 搭乘 旅客 有時候要上下車 就比較不方便 有時候你 客滿 所以在這裡 的班次 是不是 針對 這些 客滿的班次 我們再來 整個班次 在這點 是不是請我們局長 來做一個答案 陳局長 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王議員 有關我們 小港到 林園 這個洪山線 在過去一年裡面 我們做了一個 班次的調整 還有 有關他路線 盡量讓他變成 快線類的路線 所以變成那個運量 每一個禮拜 我們都有在觀察 一直在上升 就好像王議員所提到的 那當然啊 如果說地方上的運量 一直在提升 我們會再把那個班次加得更密 來服務我們 林園地區的 市民朋友 那 路線 我們也希望說 除了在 洪山線本身之外 能夠在 林園裡面有一些 服務林園社區裡面的 一種接駁的 路線 這樣做相互的搭配 讓民眾能夠更快速的 能夠到市區 或是從市區到林園 對 所以目前齁 都還在 在跟 本席跟地方 大家 一直在協調當中 所以希望說 我們這個 案子如果協調出來 然後看怎麼樣 就像剛剛局長所說的齁 我們來把 增加的班次的時間 跟那個班次 都放在那個直達的 洪山線上面 這樣 這樣起來齁 這個最起碼 我們的運量 最多了30%的 這個運輸的 的這個運量出來 這就是一個 最大的一個 一個益處 所以這點齁 請我們局長齁 請人仔 來 繼續齁 加緊腳步 不要鬆懈 也是繼續來衝 是 這一定 另外齁 在後車停方面齁 後車停 這個台17線的後車停齁 目前 我們到我們的 我們的設施運輸科齁 也有 來 聯繫過齁 這個禮拜 要到現場去匯刊 就是已經有兩位地主同意 因為當初就是有地主反對 所以沒辦法來設置 那現在已經 又有兩個 兩個站 兩個站的 那個地主 都已經同意了 再加上 海前路 那一個站 那總共淵源 沿海線那邊 就有三個站 所以在這三站齁 這裡來匯刊 都沒問題 是不是在於我們 今年齁 就盡速可以把它完成 後車停 這個也要感謝王議員的協助齁 在台17線這個部分 就是說海前路口 已經匯刊過了 當然 它會比較少 人行道下面有 排水相寒的問題要克服 不過這個透過設計的手法可以改善齁 這個今年我們就會把它納入建置的計畫 剛才議員所說的那個 有兩個站 填錯路口到星光人壽站這個部分 那是地方上 我們的市民 一組同意 那我們會加速的來處理 我們 目前也定了4月27號會看 如果一切都沒有問題 我們盡可能 在今年內的這個建置計畫 看能不能放得進去 或是說 提這個 額外的 公路 跟公路總局申請那個建置的 的的經費補助來試看看 可以的話 我們當然會盡快把它改善這個 一定在今年完成 這三站 不然在那 單公車 真的是 是很艱苦的 吹風伴陣 落後 所以說在這三站 散禁 已經 本市都到家鄉 都大家地主都同意了 所以我們就 盡速把資金到位 把他今年度把它完成 好 這我要努力 謝謝局長 好請坐 那在觀光局方面 我們任門 任門有一個中文飛槓 有這個飛槍 有這個飛槍 第一次的飛機 也有說出來 在這個觀光飛槍 在這個 我們陸前 在我們高雄裡面 就是家庭 那個觀光飛槍 做得不錯 當然 這個 在任門的界別 就是東港 東港的漁市場 相信應該很多 我們的市民朋友也要去東港觀光過 觀光的東港的市場 他這樣做了行銷策略 以及他裡面的規劃做得不錯 所以在聯盟的中央港 本市後到海洋局 現在目前中央港的一個 我們的碼頭的新建 都已經大致上都已經 大部分都快完成了 那剩下的還有一部分 在規劃我們的未來漁市場的拍賣碼頭 所以說在這裡的未來要規劃新建當中 市民我們的觀光局可以結合 來把我們觀光漁市場 來到海洋局 還有相關單位 當然還有牽涉到一些都市計畫 都發局方面 頂頂還有開闢道路 新公處公務局方面 這裡都要一次來配合 所以在這裡 是不是我們觀光局 我們的局長 有沒有這一方面的一個規劃構想 來那個局長請答覆 觀光局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感謝王議員 剛才說的那個中文魚鋼 那個觀光漁市場 它現在是還在籌備 在整備階段 我想說我們市府不管是這個漁業局 海洋局還有我們觀光局一定是 一起來搭配這個事情 因為之前我們已經有合作 就是那個 科技療漁港 變成觀光漁市場 然後周邊的不管是它的景點規劃 我們這邊都有做一個整體的設計 如果現在 中原漁港 這部分 以後 已經這個漁市場 觀光漁市場成型 然後我們會把周邊的這個景點串聯 做一個很好的規劃 我想這部分 我們是跟 海洋局這邊來密切合作 所以目前應該市政府還沒有 啟動這個 中原漁市場的這個規劃還沒有吧 但漁市場的業務是放在海洋局 我們這邊是說 是配合就對了 如果已經 有未來的這個方向 那當然我們一定會做好周邊的這個 景點景區的動線規劃 好 那在這一次的定期大會的質詢 那 本席也把 觀光漁市場這個案 來正式列入主詢 那質詢 那也希望說在 除了海洋局以外 當然觀光局交通局 所有 OK 好 給王議員兩分鐘 另外還有 台二十九線 台二十九線那邊 原本就有一個自行車道 那目前自行車道 因為有一部分 要連結要結合 河川局 第七河川局 他的一個 一個第七河川局的一個提款 那在 上次 上次 河川局 七河局 那到底市政府有沒有配合下去新建 那本席是不知道 那在 林源這一段完全都沒新建 林源只有以前在 中美河 就是在林源的出海口那一段 有一個 就是以前 有做一個 紅樹林 剛剛那一陣子 有七 七河局 有投入金會 在那做一些 景觀步道 自行車道 就只有那一段 到台十七線 就是從 雙源大橋 一直往出海口那一段 雙源大橋 以北就都沒有了 所以說在這裡 是不是我們觀光局 也可以 來跟 七河局 來 結合 來把 政策 這一段 林源這一段 大概有十公里的這一段 來把它完成 這樣來跟大寮這邊連結 這也可以說 帶動 我們的 我們高雄市 我們林源這邊的 這個發展跟觀光 是不是請我們局長 來做一個答覆 來 觀光局局長請答應 好謝謝 頭頭的王議員 這個 跟地川河川局 第七河川局 還有我們公務局 這邊 來做聯合會堪 就這段 我 以我了解 就大了這邊 應該是 那個高平溪沿岸 不是海溪 高平溪河岸這個地方 這一段 從大寮以北 也是一直到 這個 佛陀紀念館 這塊的時候是 還不錯啦 現在 往南 到 任務這段 目前為止是還沒開票 這部分我們來 跟這個 公務局跟 第七河川局 跟他們做一個會堪好了 好看 當時的這個動線 是不是已經有 規劃出來 然後 是欠開發經費呢 還是說 還沒有完成規劃 好 OK好 我們來先跟這兩個單位來辦理這個會堪 是的 好 謝謝王議員的質詢 那再來是林盈隆 林議員 15分鐘 好 主席 我們的市民朋友 還有我們的市府團隊 大家午安 林盈隆議員呢 今天 要特別來先問一下我們的捷運局 這個捷運局 對於捷運的營運 過去 都是虧損的狀態 那在104年度開始 轉虧為盈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轉捩點 對高雄捷運來講 也是一個很好的成績 那104年 我們根據你的業務報告 在稅後的盈隆 有0.91億 這個已經算是非常好的成績了 那但是你們現在還沒有辦法提拨 營運回饋金跟準備金 是因為你們還有以前的年度虧損 有1.94億 那從轉虧為盈 這是一個轉捩點 我必須要問捷運局長 那捷運 未來每一年 如果都有盈隆 這些盈隆 這些盈隆要怎麼運用 我想市民朋友也會很想要知道 包括名義代表 在這個部分我們覺得 這個盈隆的錢 未來應該要好好的去做相關的規劃 所以是不是可以說明 這個捷運的盈隆未來要怎麼運用 那每一年 如何再創造更高的盈隆 那我認為要創造更高的盈隆 那我認為要創造更高的盈隆 也必須在捷運站體內 那其實我們能不能把 尤其幾個重要的站體 像美麗島站 做一個更商業性質的規劃 因為我知道 我近幾年前我都已經質詢了 質詢過好多次 就是我們太多的公共站體裡面的公共空間 都是給比較弱勢的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公益社團的 攤位來擺設 但是各位知道 這些攤位 我們固然要照顧這些弱勢或公益社團 可是最重要的 你商業活絡起來 那才能帶動整個站體 它的商機 這個也是對於捷運來講 一個很重要的經濟活水 但是很可惜 我們的捷運站體 目前在這個部分 看不到這個商機 那購物啦 或者是你要吃東西 其實在我們的大的站體裡面 應該是可以看到很多攤位 而且是很隨意 就可以在這裡做消費 可是很可惜是沒有的 那至少我們應該讓它 像百貨公司的地下街一樣 我覺得至少要小規模啦 那這個部分 是不是等一下請捷運局長 做個說明 當然我知道捷運公司 在這個部分是扮演主導的角色 因為我們現在是公司化嘛 可是捷運局是一個監督單位 同時在這裡面 我們高雄市政府也有相當高的股份 這個這麼高的股份 其實就是全高雄市民是股東 我們有權力來要求捷運公司 在這個部分做改變 再來捷運卡的部分 我認為捷運卡 其實我們應該做系列活動 包括要活化 跟觀光結合 也跟很多的綠能交通運聚做結合 因為我不知道現在捷運局的優惠方案裡頭 針對通勤族 還有針對觀光客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配套 我們現在都很重視市場裡面的一些相關的 收集的民眾的一些興趣 所以我們都要說玩偶要很萌 什麼東西都要很萌 那其實高雄市 我們最近也推了台灣熊 高雄熊 包括我們的高通通 這些玩偶的選票 那選出來呢 第一名是高通通 因為他太可愛了 所以大家在我們的手機的Nine裡面 大家還會用高通通 那在手機的Nine裡面 現在太多的這種相關的玩偶等等的 大家都覺得越猛的 他越喜歡 越多人會去買 他已經沒有城市之分 也沒有界限之分 所以只要是你能夠透過Nine 或者是透過其他的市場去行銷 我們很萌的東西 其實不會只有高雄市 想要收集我們的捷運卡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的捷運卡 其實可以創造萌系列 這是我舉例 當然你們還可以再去創造其他的系列 讓很多人想要收集我們的捷運卡 那當你想收集捷運卡的同時 他要優惠 那同時也帶動很多人來搭乘我們的捷運 當然台北市最大的話題 就是波多野捷衣捷運卡 但是我們當然不會去發行 這樣的爭議性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可以朝 其他市場上 最獲得大眾喜愛的這樣方式去發行我們的捷運卡 但是當然你要搭配優惠 包括你可能搭了幾站捷運站 你可以在某個站領取小禮品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可以帶動其他一般通勤族跟觀光客以外 更多人來搭乘的興趣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請等一下局長來給我答覆 那另外我認為每一個捷運站的站口都應該有計程車的等候區的完整規劃 其實我們在捷運站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捷運站的部分 所以那裡可能也沒有計程車等候 可是在美麗島站區就多了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能夠再做規劃 那另外我要問的是說 我們捷運終於紅局兩線 現在轉虧為盈 未來我們其他的捷運路線 什麼時候會執行 或者是 這些捷運路線不執行的話 會改用輕軌嗎 或者是用其他的BRT方式來替代 那剛剛王耀玉議員也很關心 他往臨遠的方向的捷運要不要蓋 其實我們也很關心我們往高雄大學 往南子地區右倉的捷運線要不要蓋 包括現在陸竹竹科 這個鋼山延伸線什麼時候要蓋 那還是在這個部分 鋼局長有特別提到自廠率的問題 這個部分有沒有辦法解決嗎 如果我們既然可以轉虧為盈了 我們現在要拿什麼成績來跟中央要求更多條的捷運線來興建 因為以台北市來講 他幾乎每兩年就可以蓋一條捷運線 但是高雄市必須要拿非常多的數據跟要求很多的嚴格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來蓋捷運線 我覺得對高雄市來講是不是不公平 我們能不能怎麼樣做比較好的爭取 那這個部分是我今天要就叫局長的部分 第二個我想Uber是我要問交通局長的 因為早上也有人提到Uber 那我認為Uber其實現在的高雄市民 包括台灣的市民有很多人還是不知道它是什麼樣的一個機程車交通工具 以為它還是跟一般的機程車一樣是可以 大家就是用APP去叫就可以 其實它裡面有很多違法的層次 那其實也帶來很多的危機 那我認為說開法好像他也不在乎嘛 我現在從網路上去得到的訊息是說 交通部針對這個部分其實認為它不是屬於合法的行業 但是呢它用它是服務業的方式登記之後 它就去賺這樣的一個計程車的行業的錢 那交通單位也罰了三千七百多萬了 可是沒有效果啊 那依然還是繼續在攬客 那我覺得這個破壞市場的機制不公平 當然有些消費者會覺得說 我如果大陣比較便宜比較好的交通工具 我高興選擇 這個是我消費者的自由 但是我們也要替消費者去想到說 當你在便宜的市場裡頭 撿到便宜貨的同時 它帶有的危機在哪裡 它的風險在哪裡 因為我們的公共我們的計程車 其實它是要經過各種的執照去取得 那你要小客車的駕駛執照 是還要有職業執照的 那同樣的一個計程車的靠航 或者是不靠航 它必須是經過主管機關去監督的 它還有總量管制 所以總之它是一個特許行業 那這樣的特許行業 你今天有人按照特許行業的規定 自己在攬客的時候 它的風險在哪裡 今天如果這個婦女搭乘的計程車 是透過Uber的 可是它發生了意外 誰能負責 沒有人能負責 或者它跟Uber的司機發生任何的糾紛 包括在計程車前上的糾紛 其實真的沒有人可以監督 那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部分現階段 它是游走在一個法律的漏洞裡頭 或者是說在法律管制它 它仍然不接受的情形下 我們高雄市交通單位 這個部分能不能採取比較強力的措施 或者是說在這個部分 你們怎麼樣去加強宣導 讓所有的消費者 高雄市民知道 其實 使用Uber的一個風險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必須提醒消費者 因為畢竟大多數人不知道 他只知道說搭乘這個 從App下載去找很快 而且車子好又便宜 那我覺得這個對消費者來講 是有一些隱藏的風險 那最後呢 我要來問那個輪傳公司 因為輪傳公司早上有提到 你們現在虧損大概八千萬嘛 那我看到捷運局 其實它轉虧為盈 表示說其實我們大眾運輸裡頭 有一些經營方式的改變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的改變 其實是可以讓它賺錢的 那我們輪傳公司 這麼多年來一直都是虧損的狀態 什麼方式 總經理你可以 認為說提供給我們了解 讓這個輪傳公司 在轉虧為盈的契機上 能夠展現 那我是不是先讓總經理 這個部分來做簡單的答覆 輪傳公司的部分 黃總經理請答覆 好 感謝林議員 對我們公司的關心 那事實上我們公司是自民國水久年開始來以公司的形態的經營 那在目前我们是不是每一年都是有亏损的状态 那特别是今天早上有那个议员 那个周中山议员有谈到我们公司的亏损情形 那我们在去年在真正的亏损上是差不多八千万左右 那因为我们公司亏损最主要的原因是说 因为期金卡我们一直都说我们在吸收 而且在数五方面也都没有跟我们任何的补助 像去年我们的虚拟的收入期金卡就有七千万的收入没有进来 这个对我们公司的话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那当然在这种情景之下我们还是要 你说期金卡是不是 期金卡对我们公司都是我们公司全部自己吸收 所以光去年的部分期金卡就有七千万 差不多七千万收入没有进来 那这七千万是归到哪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公司就要自己本身亏损就要吸收 那他这个部分就是你们自己要认务 这个师傅都没有补助我们了 那所以说虽然在这种情景之下 我们还是在其他的包括我们那个 包括我们的埃之船 包括其他方面 那我们还是要去努力的去 以本身的渡轮方面以外的一些业务上 我们还是要去努力来开发新的那个一些市场 包括高雄轮 包括鸭子船等等 那这还是我们的这个再继续加弹的努力 总经理你们是不是可以提一个财务方面的分析报告给本席 让我们了解一下到底你们的亏损状态 哪一个部分将来是可以再去做开发的 那有些什么样的收益可以再进来去努力的 这个资料我们可以提供给林议员 是 因为我觉得每一年轮船都是亏损 可是其实我们的相关的轮船 搭乘的人每一次都爆满 常常很多人要排队等大陆渡轮 或者是相关的 我们今天是班班客满 可是有三分之一 等于说是因为都是期间居民在使用 都是不用钱的嘛 对 那所以这个部分可能除了总经理讲的要补助 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业外收益可以来做挹注 我觉得这个需要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那是不是请总经理能够提相关的财务分析给本席 让我来了解一下 那我也给医会这边将来再做讨论 好 谢谢总经理 总经理谢谢 那我是不是先请交通局长 针对Uber的部分做一个简单的回复 陈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林医人 这有关Uber这一个所谓的破坏市创新的冲击 对我们继承车业者 不仅是在高雄 在台湾或甚至在国外 都引起相当大的争议 那其实我们很早就在因应Uber进到高雄市的一些做法 所以跟我们的工会有保持很密切的联系 还有就是说因为整个计程车的监理 这个处罚的这个部分是交通部公路总局的监理所或是监理站 他们来弄 所以我们也密切的配合 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 他其实Uber要进到一个城市 他要看看那个城市里面使用 所谓的智慧型手机的普及率 因为他们要透过这个来做叫车的动作 还有APP的使用 那所以我们也趁着高雄还没有像一些大的城市 像台北那样那么普及的之前 我们就已经多次的延伤 那特别是针对监理的部分 现在各位可能也都能够在报纸上看到 我们有很多处罚的作为 还有甚至呢工会也集资 希望民众能够做检举 这个是从外部监理的控管 内部的部分 还是我们真正认为要能够长 长期来辅导这个计程车业者的部分 包含我们希望这些优质的计程车 能够共同建立一个轿车的系统 就有点像Uber的APP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所提供的这个服务 要能够有多元的轿车服务 包含它的车种还有费率 要能够有差别性 去服务不同的需求 他们所需要的计程车的这个服务 那么当然了 我们也了解 像其实Uber这个东西 在很多国家都进入到他们那个计程车市场 但是像在中国大陆 他们因为他本身自己对于那个电商的服务 像滴滴打车 他把他们的计程车 提供了一个很便捷的轿车服务 所以变成他是可以跟Uber抗衡的 因此Uber目前进入到中国大陆 是还有一点点大的障碍在那边 因此这里面也提供我们就是说 怎么样加强我们自己本身高雄市 计程车业者服务的素质 还有我们能够提供轿车的管道 还有应应民众所需要的这种不同多元的 这种轿车的服务的区隔 那我相信再加上政府怎么样去处理Uber 这种非法的营业的方式 应该可以我们找到一个属于至少高雄 应该可以抗衡的一种方式 财罚的部分刚才我报告过就是 监理站监理所他们有财罚 所以目前我们是现在看到的很多都是我们联合去稽查 是是是因为他财罚权是在他们手上 这种事情是在一起上班的 财罚权的东西 我财罗权的东西 但是我们这个回头就有一个 您 echtの行为 这种所以还有一个 有些不用财罚权的东西 那我财罚权的东西 我财罚权的东西 那我财罚权的东西 便宜邀计算是什么 我财罚权的东西 那我财罚权的东西 那我财罚权的东西 我财罚权的东西 那他财罚权的东西 我财罚权的东西 我财罚权的东西 但是這一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當時在休業的時候 在移轉資產的時候 其實還有剩餘17億的部分 那這一部分的話 必須先抵掉那17億 那但是我們現在還是有要求他們 每一年都還是至少要有100萬的一個現金 繳納的部分 那等這些 等這些資產剩餘款 抵戶完成之後 那他會用現金全部來繳納給我們 這是稅權盈餘 那如果稅後盈餘的部分 稅後盈餘的部分主要考慮到 整個捷運的財務平衡的部分 所以如果說 稅後盈餘 那他如果扣掉他的內部報酬率 就IRR部分 如果要扣掉4.91% 4.91%的部分 那這一部分先扣除 扣除完了之後 那扣除完了之後 其實稅後盈餘部分 會作為我們整個 原因資產重置準備金的部分 那主要這一部分是那個 結運運雨所必須支付給我們 結運局的部分 那第二點跟林遠回報的部分 我們覺得 林遠剛所提到一卡通 采取盟 然後讓民眾願意收集 那同時也藉由整個捷運 的一個運費的相關的優惠部分 然後讓民眾可以願意再達成的部分 我們就覺得這個是相當好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雖然不屬於我們捷運局的一個 相當業務範圍 但是我們會跟一卡通公司跟捷運公司這邊來跟他們 請他們朝這個面向來去考量 那第三點部分就是未來的捷運部分 到底會不會是用我們現金高價地下的重運量的形式 還是說會轉換成輕軌 那這主要是考慮兩個因素 一個當然是運量的需求 那另外一個因素是成本的考量 那我們從整個運量需求部分 其實我們在紅橘兩線的部分是整個是重運量的一個形式 那另外就是整個成本考量部分 我們一條地下的捷運跟高價的捷運跟我們輕軌比的話 是10比3比1 也就是說我們一條地下的捷運其實可以蓋我們10條的輕軌 那我們現在其實高雄的捷運的問題 不是在於運量無法滿足的問題 而是在於我們密度不足 所以我們必須如何運用這些相關資源跟整個運量的需求部分 去強化整個密度的部分 我們整體路往目前都已經建過完成 那剛剛您也提到就是我們剛才入竹延伸線部分 目前一階的部分 在中國規劃在交通部審核 然後我們的環境人說明書裡面是在那個環保署 那另外二階的部分 在21號交通部已經將它轉行政院 那目前也在行政院可行性在行政院的核定中 如果說核定確定的話 其實我們剛才入竹延伸線就可以加速來推動 另外林宇也提到就是我們整個高雄學院線 那高雄學院線目前的本業自償率部分 目前還是負的 就是說我們整個運量的部分其實還沒辦法滿足 那這一部分的話我們交通局這邊也在強化 如何養量的部分 那我們也希望高雄學院線這一部分 我個人的判斷我是覺得其實剛才入竹延伸線 要先把它拉上來 科技新貴部分 我們整個產業創新軸線創立之後 其實它會帶動整個我們 我們整個七所大學裡面 所產生的這些產學院的一個連結 那這樣的話其實對我們整個高雄學院線部分 會非常有很大的一個注意 那所以一方面我們交通局這邊在 進行公共運輸的養量之外 其實我們也希望藉由整個剛才入竹延伸線的 把科技新貴可以延伸下來 那這一部分的話 可以讓整個高雄學院線的部分 其實更能夠達成 那以上跟林議員做報告 好 給林議員一分鐘 我其實很想問你就是說 你提的這個當然就是高雄學院線 這個也是透過VRT跟公車養量 已經很多年了 那我比較覺得應該要具體的是說 我們的捷運啊 像中央爭取 到底他們可以給我們比較寬厚的條件嗎 我們現在就是入竹延伸線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路線 也可以在同時爭取當中 我想要知道這個具體的方向 我們現在好 跟林議員有回報 就是我們是一整個 整個大眾運輸的路網 現在已經都建構完成了 那主要當然是考慮到內具跟外營的部分 那我們內具的部分 其實密度要提升 那密度提升部分 當然要考慮到他的經濟 跟財務的指標 能夠達成 那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目前有一環二連結的部分 一環二連結部分 就是我們原先的鳳山縣 然後再加上陳青湖 那以及我們整個 對啊那你怎麼樣跟中央去要求 這一部分 可行性的部分 我們在去年已經開始 那我們預計在 今年的下半年 我們會跟中央提出可行性的一個爭取 那如果這一部分進來的話 我們可以讓高雄的整個轉秤站的部分 轉秤站的部分 可以從10站提升到26站 那我們網格密度部分 其實可以讓核心區的部分 那可以從原先的 現在500公尺 未來 未來的話 網格密度其實可以500公尺 然後可以到達車站的部分 那這樣陸網建立之後 其實我們市民在搭乘捷運的部分 其實會提高 那捷運站體的商業規劃部分 這一部分我們在跟那個捷運公司 他們來進行相關的這些 Então這個 我們可以讓 這些行為的部分 確實是 那這些商業行為的illy 立伺的部分 那這些商業行為的部分 確實是像林遠所說的部份 其實可以讓整個捷運 公司都營收的平衡部分 甚至相關的英語的部分可以在於提升 所以這部分我們也盡全力來協助他們處理這後續的這些相關的作業問題 謝謝林議員 那再過來是沈英章、沈議員 15分鐘 主席 我們交通部門 我們所有局處長 大家午安 本來先請教我們公共局 這幾年 本席有拿一本 我們管理沒有 風景又開發案 整個月 一本搜 你回家有沒有看嗎 好來 本席 有看到你們所有的這個辦理的情形 105年才會以北 你有交集台藤公司 你再見沒有國有13局 跟我們相關的局主 我也要請問局長 你們這個可信心評估到底 管理沒有機會嗎 來 我請 請市長 來 觀光局局長請大家好 好 謝謝主席 感謝 新秘宛的指教 這個管理 自從 新秘宛拿出來之後 我們同仁 我和我 都非常 心中認真 研究這個案 也有請同仁先去跟台藤這部分 跟他做交通 現在我坦白說 跟那個 新秘宛報告 整個案 大家其實很樂觀齊成 現在問題是說 他需要牽涉到都市計畫的這個程序 都市計畫程序 因為地主 本身是這個台藤 台藤呢 他要有這個議員 來拿說 他要做這個整個做風景區 都市計畫變更 這個牽涉到時候 他必須要回饋一些土地 因為變更 我們一般 不管是 所謂的都市計畫 那個區域規劃 或者是這個區段徵收 然後做回饋 而且 變成市政府要去做這個開闢 馬路用地 這個整體 才可以 醫藥才會有成型 這個期程多久 你要做多久的評估 最近民國五十八年 就開始已經發佈說 曾經有特定期 那個定性 有觀念山 這個定性五十八年 到現在要五十堂 這已經一百空五年了 還有兩堂就五十堂了 我是去年來講 之後 我怕你不去注意 來我請問 這個民政 總共有多大 關於房間庫 大的 比較大的房間庫 全部 關於房間庫都總 一百四十堂公圈 這個五民 有二十八公圈 對 這不是營養水 這要考慮比較簡單 優雞 借借 我們人物商業很辛苦 就隔壁而已 開始要蓋檔了 我要拜託希望說 公公局這裡齁 這是好處 這民國九十四年 我就把這 這所有的門 兩千幾門 齁 在旁邊的門 都簽掉了 等我們市場 等我們市場 等我們學院後看 我們公公市場 比較有作為 齁 經理上 不過如果公公市場 沒有投資 有的 沒有拜託 齁 我們局長 你可以跟上班 的單位去研究 之後 有民間 企業 要來投資 我們用那個 水平的步道 那九十萬 幾十萬 齁 那沒辦法 那沒要看齁 我一看齁 我看兩三次齁 都有八九這麼九 在那裡 我剛才會說 在那裡走而已 沒有啦 我們局長 你有過去看過嗎 還是我們 我們局長的人 百貨漫漫 我們那裡有一個 那個管理站 關英山 關英火的那個 管理站的同仁 我 我本身去過兩次啦 因為這個地方 那時候 自行車 車道 啟用儀式 到後來 去關英山 有那個 步道整秀也有進去過 來我看 我們現在有導資 我用導 你看 這張醫院 這張醫院宅僑的 一人霸佔 結果死了 你們看 我沒有在一起我而已 那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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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建立啊 你看看 我感覺說齁 拜託局長 我們的 局長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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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張醫院 那張醫院 因為以前都沒有 你注意看 你有導資會是這樣 北方 自行車道 只要做一公立而已 當中也不夠 阿咱要站在那裡 載車的用意很好啦 讓人家可以 在那裡乘涼 結果 都知道我嗎 來 這告發這 我不是說 叫我們 叫我們 公局 去開玩 因為這要花很多錢 可能要20億 30億 拜託你 教育 最簡單的 比較快看 民間要投資 可能人家要投資 五百 也不一定 因為這太漂亮 這我在這裡 這幾個案子裡 就寫得很明確 這28公圈 這有 以前我們台庭的 有六分車 可以賺錢 都擠得好 這是靈感 我在鄉 一個小的鄉 我就沒辦法擠到這裡 我想我們一個 教育 應該 會投資 阿不然 自己又變成人 沒有人放在這裡 我們 政府大陸 這樣偏偏 五十多年 還在拚過 環境影響拚過 要拚過多久 你不知道 有任務 聖影響拚過了 一百零九年 他們就要完成了 是鑑鑑而已 你如果對這裡沒有了解 可能很多人 沒有去到那裡 旁邊這裡 這個聖影響拚 我看到我們 我們在說 我們市政府要在旁邊 三個 土地要中的 齁 這三個中的在鑑鑑 你這裡不開發中的 沒有人感到大 我不看鑑鑑鑑 你有個較好的 這個鑑鑑 有沒有 你要中的 在旁邊這裡 在鑑鑑這裡 齁 你有個較好的嗎 較好的這個生活 董事長 這個部分我跟 申鑑鑑 這 近前 事務局公司做的 這個價位是一項 如果 那是 應該是有十年以上 現在 新的這個 風景娛樂區或是什麼 要規劃 可以更加新的規劃公司 針對於現地 還有未來可能開發的這個方向 還有做一個新的研究案 我覺得這樣子 對於未來會比較妥當一點 沒有人買多久了 不是應付了 這是我們所有鄉民說 鄉長 你以前這樣 兩千幾個門的門 要牽開 在那邊買就 沒有在那裡 還在評估 因為今天還要等旁邊 要去中央 要去處理中央 在中央 沒有人買 旁邊還有門 旁邊不是 在後面 在這裡 這裡還有一堆門 在這裡 叫我老鄉公司 那就是 合併變市政府 你們可以 合金跟這裡 說做一遍 經理 我是在建議 我不知道你們 在今年 這會議會 你們這個 這個 會議 到底 這門 拜託 看會議之後 你們有事 合調之後 你們就開發的這個 計位 拜託一項 我來看一項 我還可以把所有的我們的鄉民 我們的庫民報告說 有 我們之前有在做 你如果沒有在市場 我還要另外一種的市場 我要把我們的 這個局長 大家再看一看 這本 因為我創作的一本 給你了 這本又贏了 他 他們做三百本 我創作這本 這本 這本是那個 那本 再去找一本 那本 那本你看看 你就要 來 有年間之後 就趕快來 趕快不是說市場變成喔 給民間去那裡的投資 這高總統 我們變的 從高鐵到那裡 差不多八分鐘 在高興市 不用10公里 就沒有10公里 那是高興市場 更變的市場 心 有那麼好的所在齁 就在裡面 反而討論 政府的嘛 不用說人家的空間 那都沒有 趕快 這個市場要縮低 不然後來去齁 我還要問 你才有當中呢 是 好嗎 是 好 來 我們北極二樓 我們國道一號的這個 考慮 我們請 我們 黨局長 陳菁長 請 我們請 陳菁長 請 請 神議員 新議員 很關心 巴德 歐陸的 國... 國道的拓寬 那個... 交流道 我們 今年的 預算後 200萬的 這個規劃費 我們目前已經是公開 超標 進入到這個 到得標 大概六個月內 我們應該可以把它給完成 整個可行性評估 其實這個部分跟 國公局那邊也其實有有曾經接洽過 大概這個程序完成應該後續 應該可以滿得到他們的支持 這不是今年變200萬的,還要再今年呢 這今年變今年的預算啊 我們今年贏啊 還沒發報嗎 現在的公告上網 我在說我們那個電力路那邊通車對不對 高通這個交通沒有什麼改善 電力路跟這條要在那裡不一樣 你如果下班後從這裡要回去 你要回去台南 你會經過那裡嘛 打開從紀錄下來 那一山而已 我就拜託說 炸東西 可是國公局說 你們任務這條八條二路 太悶 我們也幫他討論啊 我們公所也開北軍 也用討論好小 我想說市政家 比較快的 緊對國度一號 你如果經過的人 一千人都會哀 到那裡就退了 那你說電力路 電力路已經通車打電話 我都在那裡看 不一樣 沒有什麼改善 拜託你 這比較快的 這兩百萬的幾位 憑股力發了 我們比較快就進行 進出經費 是 啊不然呢 繼續再退 退得很嚴重 齁 好不好 好 來齁 大家都在國分準 啦齁 我是要跟 黨局長建議 啦 這跟公共局 有關係啦 那 世界國有 大三次一定都有準 尤其我們 海洋首都 高雄市 說好 說得很漂亮 旁邊都說海 結果我們的鎖 這裡 沒有什麼進政力 我拜託你 邊有一些 他們參訪的 齁 公公局跟我們的 公公局 那些 正經就好了 死亡 我參加阿豪那時候 也要印塔 我做得很漂亮 那鎖是客丸 每個人都客丸 這公共鎖啊 不是說我們要做幾天 幾天你看 你看那個 高雄市 在鎖不是要坐高雄市就好了 也是特大客丸 賺錢啊 還有我們的鎖 都了很多 包括我們的鎖 還行過了 我們 總長 幾黨 要淘汰 鎖要 鎖要 鎖領 陳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沈議員 那鎖的 太舊 煩新 大概一般 問過的業界 這樣是差不多十五檔 十五檔的鎖 你們的鎖 好像都有 十幾檔 沒有 現在這麼多 有一艘 差不多十九檔 十九檔我們 就是今年 正在興建一艘 全電力驅動的鎖 因應剛才 在沈議員關心 怎麼樣讓我們在 在整個船 船的設計 還有他的 他的那個 年期 好啦我是說這樣啦 你們坐這個 你看看 可能是怎麼經營 做人要愛心 做人要愛護 愛護一些 亮點 香港會愛坐 不然愛出船 坐沒什麼 我們現在愛護的 這個市場齁 台北要好 台北要好 我們沒有要錢 阿民望啊 這個牽涉在公共局 就是說 你要愛護兩兵的 這個法齁 都做得漂亮 更全要有夠 我拜託你們走一段 不然網路釣就有了 說每個人都拿好 找機會 來 不然你們不要 如果我贊成你要他 那些人是怎樣 那些人是怎樣 這樣經營 阿民望嘛 以前齁 我很好 來高雄要愛護 現在不然要贏 你看那些 那些愛護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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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六十萬 現在可能全部二十萬 你看 旁邊沒有什麼好看 齁 我是說 子女 要安全 你一定 保證說 這個就是 這個子女 是 那些子女 不能太多 以前我們發生前庭齁 那中秋 那些二十五的速度 兵準 不能再發生這個問題 齁 雖然是沒有什麼 你再堅持一次 齁 我們就不好 不過拜託說 準要用比較好看 要把我們的亮電 齁 讓人的愛來愛合 齁 不然 這如果要叫我出 以前剛開始的時候 在去年兩三年前 大家都要帶 現在沒有人要帶 這樣檢討一下 齁 公共局這裡齁 拜託 跟葛龍局 你們做一個 過豬江 你看看 雅英塔 和旁邊兩邊 飯店 用得都很漂亮 齁 這兩項 拜託 一定愛他 愛他實驗 好 謝謝 謝謝我們沈議員的質詢 再過來送黃柏林黃議員15分鐘 謝謝主席 各位局處長 各位市府同仁 那首先 請問那個交通局長 那我想我們這幾年 那個推動高雄的整體的大眾運輸 包括捷運 以及未來的輕軌 幹線公車 然後等等 各種的快線 那我想無非就是希望我們整體高雄市的 大眾運輸的搭乘率 能夠有效的提升 那我所知好像這前幾年進步很快 這幾年已經好像比較趨緩 甚至應該講沒有進步 那代表是我們在很多政策工具上 是不是還沒有很有效的落實 還是可以什麼樣的再努力 那我那天就在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過去傳統 為什麼很多高雄市民不太願意搭大眾運輸 大概兩個很重要的問題 一個叫等很久 因為你對那個班次那個到底什麼時候來 那個不確定性太高 那這個部分因為有持續在努力 那現在還有資訊科技的輔助 相對會比較穩定 那第二個就是做很久很多路線 到底有沒有讓它更有效 那我們在現在的社會 有沒有能夠用資訊科技來輔助 讓整體有效 那我就想到我們現在那個地圖 我們如果要到任何一個地方 台灣任何一個地方 你只要把它輸進去 那有時候它會服三種 甚至四種的路徑 譬如說走國道一號 走國道三號 然後到哪裡很多不同的搭配 上面甚至還有服那個時間 你選擇這條路是多找到 你選擇那條路 那同理 我們如何讓高雄的更多的市民 要去搭公車 如果我們有這樣的一種類似這樣的一個服務 當然這需要後台有很大的一個 被一個那個資訊庫來做處理 就是說我今天我在高雄市 某一個地方要搭於五十三 我可能要到高雄另外的地方 那可能在整個大眾因素上 會有兩個到三種的選擇 那如果這兩種三種 我可以讓它有效的 能在預算範圍內 能夠有效快速達到 我想這樣子也是一個 能夠提升市民願意搭公車的一個願望 因為我方便嘛 那如果成本也差不了多少 又快速又便捷 那大眾運輸就希望這個嘛 安全快速便利價格又有優惠 那我想這方面應該會有系統 來提升高雄的一個大眾運輸 我不知道局長同不同意本席的建議 然後我們可能怎麼來做 來請答覆 陳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謝謝黃議員 黃議員一直很關心我們公車的服務 那剛才黃議員所提到的 透過這個公車動態系統的APP 讓民眾能夠很便捷的了解 大概他要做的班次的那個公車 什麼時候會到 大概車子目前在哪裡 其實現在這個功能 在我們的APP裡面都非常的健全 那另外就是說 特別你關心的是有關 叫做屢次規劃的這種功能 就再加值一點 就以前是單線而已啦 也有 然後甚至呢他可以輸入說他現在人在哪裡 要到哪裡去 這中間 我是說這種服務要大量推廣 我們有把這個功能放進去 那當然這裡面還可以再提升 讓他更便利啦 那所以 這個部分我想我們持續再做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因應因為油價也下跌 所以我們在去年底開始 對於一些重要的幹線 在尖峰的時間 我們又把這個公車班次再給他加密 希望說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民眾能夠感受到 在他最需要公車的時候 公車是很快 就能夠到達 那這幾年大眾運輸率 比率怎麼樣 整個公共運輸的我們的市場 大概在高雄佔了大概8.2% 比以往7.2%是增加1% 那當然這個一個百分比他的基礎太大了 所以一個百分比 其實對我們來講已經是蠻大的一個鼓舞 那就公車來講 我們在民營化102年到103年 103年因為是實施公車民營化第一年 實施免費搭乘的部分 我們整個運量提升20% 就是成長了兩成 那去年因為 我們整個免費的政策在二月結束 所以照正常來講 我們也是預期很擔心這個運量會下跌 因為開始收費 不過我們提出的是一日兩段吃到飽的這種 永續幸福計畫 所以民眾一樣 因為他出去跟回來一定就會搭到兩段 所以我們認為說 兩段是應該民眾可以接受的一種付費方式 超過去的他怎麼做都不會再加收錢 因此呢我們這104年 沒有把運量下降 但是還成長了 為福成長 當然我們希望說未來如果 預算能夠再更多 我們可以在各著班次或是路線上再增強 那相信他還有成長的空間 那局長請坐 那基本上就是說我們希望 一個城市大眾的搭乘率越高 那代表一般民眾使用包括摩托車 包括汽車相對就會減少 我們希望把這個把它串起來 那串起來其實就兩個核心觀念 讓他效率 然後讓他成本降低 然後讓他能夠改變生活型態 這個對高雄事實上是有幫助 那我們要持續的做 但是持續的做 這裡面又牽涉到那個捷運局 就是說我們一直要希望能升級 升級譬如說我們要有輕軌要有黃線 要有什麼線 中線等等 那這個部分 我們常常要向中央提計畫 我們都要做那個什麼 調查可行性評估 本席一直相信 最好的可行性評估 就是養量 你就是本身就那條線去跑 跑完以後有量出來 我相信你跟中央要預算也會要得到 事實上我們不是我對那個 這一些可行性研究機構沒有信心 而是說太多的政策 都是可行性研究可行 那真正去做不可行 為什麼因為你每次讓他做不可行 以後就不找他研究了 那就不好 但是這是不對的 而是真正能不能呈現出那個結果 所以我前天也很聆聽那個我們捷運局在說 我們準備要申請幾個線 那我覺得交通局這邊就是 你要配合著 就是用公車去做嘗試 今天你這條線去嘗試以後 萬一沒人做 沒關係我們要刷公車 改個號碼 我今天改A線改B線每天都可以改 但是輕軌做下去就不行了 我們現在你看輕軌光那四個站 很多市民都反映說 我們到底要派志工派交通警察派疫警在那個路口指揮多久 如果每一個路口都要派指揮 那未來整個環線運作 我們一天光要派多少人在路口 我想這個問題當然這個也是要教育 也是要讓市民習慣 但是這是必然你未來還是要做 那我們怎麼趁現在養量把它做好 所以這裡面我要跟這個幾個局長做見 第一個我希望未來捷運局你要去中央 要申請預算包括交通局這邊要搭配著 就是要去嘗試 你就是中線 你就是中線照照照亮出來 我們要去跟中央申請預算 我相信如果今天你是交通部長 你要給錢你會給的比較爽快 不行你看人家真的有在走的 不是學者專家研究完以後的結果 我想那個說服力是不一樣的 所以第一個我希望兩局要多合作 趕快去做試驗 我覺得這是會有效 而且極具說服力 第二個中山大學有像交通部 那個有一個叫做南部交通什麼戰略中心 那個計畫我覺得我們市政府 無論捷運局應該多跟他們有聯繫 我想讓有一些研究機構來做 我們再update我們整體大眾高雄市成立 大眾運輸圈方向的努力 我想會有助於我們資源的整合 我相信我們像中央要預算的時候 如果有這個中心來給我們背書 那這個計畫是我們經過討論過的 我相信中央要給預算也會更快 而且會更有效 所以這個部分我希望局長 我相信你應該常跟他們有聯繫 那我覺得應該更密切 讓他們在交通方面 是變成我們市政府的智庫 如果中央願意出錢 然後讓高雄來用 那有什麼比這個更好 不用出我們自己的錢 又有他們的知識做背景 我相信未來我們高雄的大眾運輸 所以我們政府達成率 絕對不只局長剛剛提到的八個Percent 可能變成九變成十 那我們當然希望越多越好 代表城市是往一個比較好的方向來前進 那局長針對本協建議你的看法 然後我們應該怎麼做 陳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 黃議員剛剛特別提到 交通部有補助中山大學成立一個 南區的區域運輸研究中心 事實上成立這個中心 我們在市政府的角度來講 也是出了很多力量協助他們把它成立起來 當然它的功能就是要跟我們地方上 特別是高雄、屏東還有澎湖 這邊能夠做 化領域的結合 對化領域的結合 那我們中山大學 因為它是在社會科學院裡面 所以它可以提供給我們的是 另外一種面向的協助 目前我們像哈馬興的這個 生態交通國際慶典 還有相關的 在協助我們 還有我們智慧運輸論壇 乃至於說我們現在很重視的 希望能夠再提升我們公車業者 司機的在職教育 這個部分都是透過這個中心 會來協助我們辦理 這個部分要拜託你 好請坐 那第三個我要問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除了關心大眾運輸的 一個率的提升 事實上我們在實務中 我們發現以我們三民區為例 有幾個地方很容易塞車 大中路大中跟民主路 那最近為了公務局 因為中央好像補助一筆三億多 然後要在那個北上 就是說應該 10號由西向東 就民主路就右轉 上面要做一個閘道 那當地很多民眾 很大的一個反彈啊 抗議啊成請 因為他剛好是我們三民區 那當然他有來跟我陳情 那我不知道交通局長 知不知道那邊要開個閘道 因為我不是交通的專家 但是我希望你們應該去研究一下 我一直覺得這個社會 什麼都要有專業 公務局當然也是專業 但是公務局的專業是把它蓋起來 但是這個地方是不是應該去蓋閘道 就不一定公務局了解 局長你了解我意思嗎 如果是經過你們交通局的背書 覺得說那個地方上去開個閘道 是對整體的大眾系統 對我們這個北高雄這個地方是好的 那本市當然支持 那如果只是因為 中央要給我們三億多 那我們就要新建一個閘道 那對當地的整個交通的品質的改善 是沒有幫助的 那我覺得要這個錢未必是好事啊 那我不知道交通局有沒有建立在你們交通本業的立場 專業的立場去討論過這個閘道 適不適合應不應該 來 局長請您答覆 陳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 黃議員所提到的這個是應該在 我們大中路那邊 沒有 民主路要右轉 對 北上的一個閘道新建 這個部分其實是整個 在那個整個交流道那個附近 有不同的分階段的一個改善計畫 那當然這個是 中央有補助這個錢來興建 那我們交通局有參與到 他裡面的這一些規劃的審查 所以基本上是有他的效益 我們才會往前去推動 對這個因為當地居民一直在反應就是說 他那個如果那個閘道一開 上去然後他說要右轉 還會再有很嚴重的阻塞 那因為坦白講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那我在這個地方 我也正式拜託局長 回去再把案子拿出來看一下 那當然如果他對改善高雄市 能夠上高速公路是有益的 而且是有效的 那當然是一定要做 但是如果他的效益不大 而要花會三億多 未來甚至還可能會造成阻塞 那這個可行性就應該要去做一個 更好的一個評估 那你了解本席的建議嗎 了解 那我回去會把這個案子 再請同仁拿出來再研究一下 必要的時候 如果需要再跟地方上 做一些更更進一步的說明 解除大家的疑慮 我們也會 那這個部分就拜託 那局長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縣市合併後 那像本管路 本管路事實上是 包括鳳山要去 我們山明 甚至要路過山明到左營等等 本管路一直塞車 事實上那個流量蠻大的 另外另一方面 那個路也是通向殯儀館 所以整個路 他的路幅也不夠寬 那該開闢的部分 事實上好幾任的公司 公務局長都說要把本管路透寬完成 事實上都沒做 那我相信 應該有很多人跟公務局來 陳情說 本管路塞車非常嚴重 包括從鳳山 然後經過澄清路 在鎮修這一段就堵車了 然後一直堵 堵到石泉路 對不起 堵到建工路 甚至到那個殯儀館 然後過那個寒洞 事實上這整條路幾乎都在塞車 我不知道交通局針對這個部分 有沒有什麼可以再改善 或者你們有沒有去研究 然後建議公務局 趕快去開闢那個 把本管路 把它開闢完成 這樣的一個計畫 我相信 你們的專業的一個建議 然後搭配公務局的 開路的一個執行 我想應該會比較有效 然後快速來解決這個問題 局長 有關拓寬的部分 這應該是公務局 他們的全管範圍 那我們交通局可以做 也應該做 的是說 在整個剛才所提到 本管路的路廊 兩側比較大的區域 有沒有其他相關這個交通運輸的 這個優化的 的這種政策出來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要求 那本席在這裡就正式拜託你 就是說針對整個這個本管路 從當然陳青路以北那邊 叫青年路 一直到這個高速公路寒洞 然後這一個區塊 到底怎麼樣讓他能夠 不要那麼的塞車 是不是你們就做一個專案 研究一下好不好 可以的 好不好這個部分拜託 因為事實上 包括我們自己有時候 都會塞車塞在那裡 那很多市民也是來反應 那我所知道的是 本管路應該他如果開闢完成 那路幅 路寬應該不只這樣 那可能是因為預算的關係 但是在預算還沒有落 在公司之前我們到底還能做什麼 我想這是應該 交通局應該要去努力的 好不好 好的 那這個部分就拜託你 這兩件事 一個大中路跟民主路那個 雜道部分 專案再抽出來看一下 那如果研究過後發現 真的該怎麼樣來進行 我相信你們有你們專業 然後再來是 這個本管路這個事好不好 謝謝 好那這個部分就拜託你 好謝謝 好謝謝黃柏林議員的質詢 那我們休息10分鐘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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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